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Guarante 赞水星 利息降低对每一个人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怎么样去推荐马来西亚的旅游与房地产 行动管制令让很多人才了解家有多重要 屋子永远会生死 目前你看不到未来三年进去复苏物质的生死 怎样的地段才有政治 那你就要看你的周边的 環境 组织 这些配套 因为有一些人会发现错误 你用来投 买来投资的 一定要自己很喜欢 但是你喜欢的 他可能不会为你赚很多钱 我们第一是语言方便 第二是多元种族 多文化 当你要改善经济 很多东西 你要更加宏观的态度来看待 房地产交易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 有很多很多模式 一定要走出宽框 如果真的是要把房地产 当成是一个investment的话 首先你一定要考量的 就是自己的经济能力 跟你要的东西 一定要match it 政府必须放宽这个 人才已经政策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 其实是帮忙着马来西亚的经济 疫情过后应该是一个报复性消费 报复性投资反弹的一个时期 如果有这种准备 如果有这种需求 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去看房的一个机会 找到盈利点 我相信投资者一定进场 想办法怎么去把这个房地产 提高他的租金来租出去 今天是影响不单只是利息的问题 而且包括工作还搞得住吗 我们这么多年来 facing the problem 就是为什么apportability 其实我们房价不到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买不到房子 就是他income level不够高